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 二项式定理跟多项式定理 现在我来介绍二项式定理 二项式定理的话的展开式的话 是x加y的n次方的话 它中间的话有一个是组合的符号 cn取k x的k次方k从0到n 像这样子的写法的话 各位同学会觉得很奇怪说 这个地方怎么跟组合有关系呢 其实的话它确实是跟组合有关系 我们在这个地方我要做一个证明的话 需要用的是一个归纳法的方法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用解释好了 我们的话就不用归纳法的方式来解决 我们来用一个解释的方式 来做这个地方的说明 各位同学知道 a加b的平方是怎么算的 那同学的话都知道 这个背过公式a平方加上2ab加上b平方 这边的2ab其实是因为它是展开来a加b的平方的话 它的写法是这样的 这个的写法的话呢 其实是展开的时候 我们在成开的过程之中 一个是ab一个是ba一个是b平方 我们把它综合在一起 那么我们的话如果是这样写的话呢 可谓我们可以这样写啊 加上ab的话呢 bb加ba加b平方 在相乘的这个地方 它有两个 从这个地方看不出来的话呢 我们继续写第三个 a加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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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所谓的三次方的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 如果我们成开了以后会怎么样呢 我们的话呢 a的话呢 我们现在都不把它用平方来看 我们把它全部展开的话呢 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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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 a b a a b的话呢 还有ab a 还有b a 再来的话呢 这是两a一b 还有呢 是两b一a 总共的话呢 有几项呢 这边是三个 所以是二的三四方 有八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个 这是a平方b 这个展开之后都是a平方b 那么各位同学看一下 那么它有几项呢 如果我们展开很多 我们这边看得出来是三项啊 其实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总共加起来 这两个加起来是三 那么我们的话呢 是怎么看的呢 我们的看法是 这个地方有两个a 我们的话呢 三个位置里面要挑两个出来 就有这么多项 那这有几项呢 这是 a b平方 所以的话呢 所以的话呢 这个的话呢 如果全部展开来的话呢 其实是有三个里面 挑一个a来放 所以是c 三取 一 其余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没有a 所以我们是 c 三取 零 a的零次方 b的三次方 这个是c 三取 三 三个位置里面选三个出来 那么a的话呢 是三次方 b就是零次方 于是各位同学的话呢 从这个地方 大概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了 我们的话呢 并没有将它的 完整的证明 证明出来 我们是用展开的思考 来了解说 这个地方的话呢 确实是有一个c n取k的一个情况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k 那这边的话就是n取k 那么我们把这个二项式定理的话呢 大概去做了一个展开式的一个解说 我们这个地方来介绍 二项式定理的一个 实作的一个立体 所谓二项式定理 就是说 这边有 两个 两个式子 然后这边有一个次方 我们要展开后 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那么二项式定理告诉我们说 展开后 各自的次方 来我们看一下 各自的次方 这两个相加 一定是总和的次方 八 所以这里来说 r 这边就是八减r 这是第一试 这是第二试 各位同学看到了 前面的跟后面的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组合 c 八取r 现在这个题目问我们什么 问我们说 六次方的系数 那么我们要看看 r到底是多少呢 很简单 这个地方是r四方 我们就写一个r四方 那么这里x是在放在分母 所以它的次方是负的 所以是加上什么呢 负的八减r 总共来说 我们希望它的系数是六 x六次方 所以这边应该要等于六 于是我们来计算一下 总共有几个r呢 有两个r 然后扣掉八是等于六 于是二r是十四 那么r就是几 就是七了 既然r是七 我们就把这个r等于七 带回去 必然就是x六次方的 展开的系数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以系数而言 这个地方r是七 来x六次方的系数 就是另r等于七就对了 八取七 然后这个地方 这边我们x都不用管它 因为总合起来的话 一定是x六次方 影响到的是这个 二的几次方 八减七 所以这里是二 那么展开 八阶层除以七阶层 我们对销之后 剩下干净的一个八 八乘二是十六 所以它的系数 我们可以计算出来是十六 现在我来介绍的是 多项式定理 其实多项式定理跟二项式定理 其实是非常的类似的 只是差别差在 二项式定理的刮弧 是两个式子 我们这边是可以有很多个算式 那么做法是很类似 来我们把它的这个算式 列给各位同学看 这里假设是有r个 x1到xr 总共是n次方 那么这个地方 原来的是c 是组合 我们改成什么呢 改写成n阶层 各自的阶层 现在什么是各自的阶层呢 是假设第一个式子 它是n1次方 n2次方 这是n的r次方 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这边的总共的 这个指数的部分 这个加起来 一定要等于n 这是很重要的 加起来要等于n 然后这边各自的阶层 那么这就是 我们所说的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 多项式定理的展开式 那么我们可以运用 多项式定理 来做一个立题 各位同学比较容易熟练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这里一共有四个算式 四个 有3x 有y 有2z 有u 刮糊起来的三次方 如果我们真的要展开的话 那么就要连续成三遍 可是 如果说我们用多项式定理 找特定的x平方z的话呢 那就很快了 来我们来看一看 假设 展开后 第一个算式是alpha次方 beta次方 伽玛次方 delta次方好了 那么我们展开后 来我们来试试看 展开后的话呢 第一个算式 3x的是alpha次方 y是beta z的2z的是几个 是伽玛 u是delta 那么当然 这边是三次方 这边就三阶层 各自次方的阶层 好 现在问题是 我们要找的是 x的二次方 z 所谓z就指的是一次方 那么我们也知道 展开后 一定是这两个加起来 一定要等于多少 3 每一个算式的次方总和 都要变成3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那现在我们看 这是什么 x的部分 这边要二次方 这边有没有y 没有y 所以这里是零次方 z呢 z这边是一次方 这边就是伽玛 就是1 delta呢 有没有u 没有 没有 那就是0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了 alpha beta 各自的数字 alpha是2 beta是0 伽玛是1 u的部分 delta是0 那么我们把它带进去 现在我们来看 x平方z的系数 这个是什么呢 展开后的系数 这个是展开后的样子了 那系数的部分 我们可以把它找出来 系数的部分 这边当然是二阶层 这边都是1 0阶层都是1 1阶层也是1 那么我们的系数 我们抓出来好了 这边是33的话呢 这边是二阶层 这边3 所以消掉 余下3 这边x平方 这边部分是9 这是1 没有了 这边是2 所以这边有一个3 一个是9 一个是2 这样算出来是多少呢 54 所以这个的系数是54 我们这个单元介绍了 二项式定理的一个原理 以及多项式定理的一个介绍 那么这些都是以组合的观念 产生出来的 这个我们都要了解 都跟阶层有关系 那么我们学会了这个技巧之后 其实在很多的计算上面来说 这个二项式定理跟多项式定理 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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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工具